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就是 出尊人胡子 宋厢长救救我呀 我有风质病 糖尿病 心脏病 宋厢长 还不把人给我放下来 好 请领导的 帅死我了 宋厢长 宋厢长 你看外面汽车就知道了 两家合作的公司 他们想火焰耍赖 招呼都不打 就想开溜 溜 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啊 刘总 疼死我喽 徐先生 我可有心脏病 糖尿病 风痴病啊 对对对 刘老板 我这是乡政府 不是卫生院 事情 总得有个交代吧 小梁 把理谈打开 大家伙 有什么事到理谈说去吧 徐先生 这合同可不是我造的假吧 这是我们双方签字画了压的 这是有法律效应的 这合同呢 当然是有法律效应的 啊 这不用解释 法治社会吧 啊 不是 他想骗了就走 那么容易啊 共产党天下 跑得了你吗 哎 谷村长 憋了 跑一跑都挂在嘴边上好不好 这是有合同的 我跑哪儿去 我想跑国外去 我跑得了吗 投入一百万 生产那么多产品 你们有区道 有网络 销售就该你们负责吗 那怎么拉他一车就走啊 剩下的全由我们自销 哪有这个理啊 合同 合同 合同是解的清清楚楚 你看清楚了再跟我说 徐县长 这可是我跟谷村长 白纸黑字签名画押的 合同 合同怎么了 这我带着的 想让你看看 这合同上 这说的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啊 这个产品有他们公司回收啊 老郭啊 你看 这合同上也说了 产品由小无敌公司部分回收 这剩余部分由你们自销啊 不是 部分 这部分他也不能说就拉一车啊 那 那这一斤是一部分 一袋也是一部分 这大而化之稀里糊涂 这合同哪是这么签的啊啊 这 这不胡闹吗 本来嘛 哈 我们小无敌公司 就是出卖专利 以技术入股 与你们建厂生产 哈 并没有什么成立销售公司的意思 这合同上也是这么写的呀 阴谋 大阴谋 骗子 你大骗子你是 你请我们农民不懂法 你在文字上做手脚啊 徐乡长 一百个万呐 这要摊在我们村上四千口的人头上 每个人是二百五十块钱呐 这都是血汗钱呐 哎呀 说那些都没用 你不懂法你可签的什么合同啊 啊 我看呐 你就是牛村最大也二百五 二百五 好 我这二百五我今天喝出去了 乡亲们 抽了人病我担着 大王八蛋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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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还想满足多呀 我 我先看 这血汗天哪 这太野蛮了 怎么都不动手去打人 走走走 小刘 去把县里那个公喊拿过来 这块东西 你看这太多 哎呀 刘经理 姓刘导 你行 行了 看来从前合同那天起 你就做好了套 你真行 你姚牛 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轻得了 对 根源都在刘英账 还有你孙县长 你胳膊中往外滚 谁二百五啊 谁二百五啊 你别管 你不知道咋回事 牛村这四千多口子人 那都成二百五了 哎 你还跟我倒后仗 啊 那你说说 你签的那叫什么合同 啊对了 这合同 老牛看过没 这事 就怪我爸 当时从谈合作到签合同 都是我爸一手办的 我当时我就说了 我说 爸你签合同那么大事 你应该找个律师来把握把握 他都 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懂 爸您这回明白没有啊 合同也是一门学问 那 不是想生点钱吗 啊 你再签合同 那绝对不会签错 哼 你 你还有吓坏呢 你 你磨着石头过河 那现在 他干什么不讲究那个交个学费吗 这学费也推贵了 那就一百多万呢 咱都没挣点钱 容易吗 林书记 林书记 超市 箱里老师啊 正想通知你们 这是北京行业管理协会 挂给线上的公卡 你们从生产的光明大信板 驾成严重超标 已经上了黑名单了 现在在市场上所有的产品 已经被市场监察 风传下架了 地区 还要对你们热脸停产 姓刘的 你走吧 但是我告诉你 这件事还没完 走 快送一约 来来来 大家欢迎 梁总做指示 我可不管啊 我也不该管呢 这是你牛天忆的活 三国里诸葛亮 连三百吊钱的官司他都管 结果呢 成了短命鬼 有天忆在 我就算了 种这些东西 我又不懂 说也是瞎掰 什么事 喂 小新啊 什么事 什么 住院了 气吐血了 我爸病了 大新板厂停了 赔了一千多万 知道了 还有什么 要告状 还要上访 跟小吴迪 打官司 好的好的 我知道了 看我这身体啊 这段时间 估计够呛 所以呢 从今天起啊 从今天起 咱村里这工作 这 就用满堂牵头 老刘 你 你 你不会顺利要挑子吧 别别别 这就算我口头 向大家提出辞职了 等过一段时间 我身体 好一点了 我就正式 向村里边提出来 从班长到小吴迪 我给他村里 造成多大的损失啊 有责任也是大家的 我不同意 老牛 这村里头 没你不成啊 老牛 我也不同意你辞 养病 就说养病的事 辞了之 我也没说不干啊 刘英那个小吴迪 欠给他那一百万 我不会精益放过他 我得跟他打官司 我得上访 就这么定 说出院就出院 活不住 出院 哎呀不行 你出院回家 那怎么办呀 谁管你呀 那就暂时由你拖款的呀 没正经 你管着吧 管着吧 我呀得干出草来 让牛村的经济 打着滚的往上分 嘿 爸 您小点声 街上都能听见您的演讲了 这不刚牵了个头吗 你给我添堵是不是 不是我说您 您含蓄的 成不能 天安叔都气得吐血 您在家哼帮子喝小酒 这叫怎么回事 那你说他病了 我这个酒还不能喝了 哎 那是不是全村降半期才对啊 都咳嗽是不是 吃了吗 没了 那菜妈给留那 我给她去啊 你呦 少喝点了 你别看 你别看 你看我 你看你 你怎么这样 你怎么办 我绝对那事 谁也管不了 你看 老牛 老牛 牛铁汉 你怎么这么一根牛铁呢 我真给你找不了人籍 你 你还真气啊 三二 我先过来 快帮我老牛 老牛铁汉 哎 那还说 干什么就 说 你别等他 说 可能我终于这进去告状去的 哎 你说这老东西 你说他还来真的呢 你说这怎么办 人体害都就说一话的人 我说你还不信 行了 别斗嘴了 赶紧想办法 走走走走 走走走 铁汉 铁汉 哎呀 铁汉树 这谁来 吃饱饭是不是 推推推推 我告诉你们 谁来谁来我给我打了 我进城市去告状 我又不是去杀人 都跟你 铁汉树 嘿嘿嘿嘿 你这小兔牌子 哎呀 铁汉 铁汉 好牛仨 不给是不是 我 哎 爸呀 快把你干的 给我呀 爸呀 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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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给我 我不信 我 我不能 我 我这有县委领导的批示 那也要依法办案 行政不能干预司法 你看 这不是政法委的批示吗 请法院依法调查 刚才县法院来电话 这个牛铁汉 又躺在法院门口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何县 班长和那个省小吴迪 两下里一家 牛村亏了一千多万 他能不心痛 就是一个亿 也是他们不懂市场 自己闹没的 又不是县里干部高府 干给他们闹没的 闹到县里来干什么呀 踩不像话 这个省劳摩大闹小县城 他能不鸡飞狗跳 你说什么 子忠 这里边你有问题没有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是给他们牵了个线 我 那就赶快把它给我弄回去 这个问题还要就地解决 我就把我自己饿死在这 我看他们管不管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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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去 不是 哎呦 哎呦 别别别别 大哥 快 哎呦 不不不不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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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别合 牛天河 许香 小夕 我爸 安静 安静 这都是许乡长安排的 你不用怕 发给我 好啊 刘燕 你还敢绑架 在什么了 韩 一会儿挖个坑 把你埋河套下去 顾凶杀人 那你更是死罪了 行了 把他放开吧 让他坐舒服了 害怕了吧 嗯 刘燕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给我钱 我就是死了变成鬼 我也绝不放过你 我还不放过你呢 你 老叔姐 得罪了啊 喂 要不把您弄回来 我们可就都没活路了 行 过去老一代 包括咱们现在这一代 都是冤死不告状 现在有进步了 啊 有现代意识了 不错 哎 便宜啊 跟谁支气呢 坐呀 放在您桌上的报告 您为什么不看 在宏观政策没有变化的情况下 要按照你的报告实施 难 难就难在 变数太多 风险太大 所以前景是不容乐观的呀 什么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为什么这个就不行呢 你也不是不知道 咱们集团所有的下属公司都和你的绿色生态员是一样的 都是在国有企业和国有能厂改制以后 那我们参股乃至控股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国家对此也是认可的 但是农村就不一样了 土地是国家的 农民只是有年限限制的承包啊 要搞你那个绿色生态农业 又不能像养牛那样 走公司家农户的这样的模式 你说该怎么办 牛村现在的情况还真够乱了 有什么好嘞 你们俩说说 反正我说了 我爸干这个一把手 村长 不许 不用他用谁 牛村 现在还有谁行 哎呀 村有大 村有多 又是个样板示范村 这投入人选还真不好选啊 我看应该把天忆哥叫回来 牛天忆 谁 我哥啊 不行不行不行 当初就是因为和我爸闹不到一块去 才出去的 啊 当兵那些年不算吗 这出去都有十多年了吗 他对村里的情况不了解 所以我说他们的情况你们未必了解 呦呦呦 什么意思 梁叔啊 您说的这些我都想过 所以我才想试一试 世界上就没有人比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深 只要你真能在土地上做好文章 他们就会对你心悦诚服 依托土地来一个农业大革命 把自己做大做强 这本身就是千千万万农民的念想 我的天哪 天忆 你可真是心比天高啊 我福元秦城都十年了 十年来我就一直在看在想 我收过废品 干过保安 在建筑工地扎过钢筋灌过江 那段日子前前后后过了四年 结果我这个曾经是武警特警的人 成了城里人眼中的可怜人 弱势群体 农民工 这两领穷帽子就牢牢地套在我自己的头上 直到六年前 我进入了您的企业 走进了绿色生态园 我看到希望了 所有农民的希望 农民除了脚下的土地和身上的力气之外 可以说是一无所有 但拥有土地 本来应该让他们可以说是应有尽用的 就是因为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土地 他们才成了弱者 不靠土地靠什么 除了土地 农民还有什么优势吗 天忆啊 你说的这些我也想过 但明明想得这么深 尤其是怎么让大农业真正跟农民接上鬼挂钩 我还真没细细地琢磨过 行 天忆 你算是个有心的 梁叔我没看错你 我愿意拿牛村 甚至牛香 来做个实验 我看咱们纯粹是自讨没去 你看人家这什么气氛 我要是牛天忆啊 我也不跟你们走 不许切枪啊 还没打仗你先败了 不过真是的 我也算是个老积辰老农业了 还真没想到这地还可以这样种 行 反正去县了也没用 我不去了 我保证 这还差不多 过两天我上省里告歉 你老铁汉 你就坐吧 你就坐吧你 你是党员吧 你不知道吗 你归我管吧 我处分你 我还治不了你了我 看了我们的绿色生态农业园区 我觉得那就是我们农村今后发展的方向 那现有的土地政策问题怎么解决呢 只要是坚持农业生产 就不会有障碍 不管怎么解决 中央是希望农民过上好日子的 所以从大的方面看 今后的政策只会对农民越来越有利 我也相信 再不给农民找到新的经济模式 和增长点 那么增产增收都是空话了 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给我一个具体的可行性报告 许乡长能不能把你对牛乡的调研情况给我一份看看 发个电子邮件就行 行 梁总 你同意了 我还要看看你们的能力 现在 一切都是未知数 这个把大家叫一起 咱们商量商量 咱那个仓库里 不是还有好多复合肥吗 咱这个 那小孩把它卖呢 这眼看到年安根井的 咱怎么把它处理的呀 要不啥时候看着它 咱心里都堵的 是吧 你要卖给谁去 谁要啊 不是 这不做一块商量这个事吧 那大家伙都说说 这次 真是个教训 但工业 不是咱们强项 咱们还得老老实实的 在土地上 想主意 就你那个小儿贷款 搞大鹏 那能成什么气候啊 还得招生引资 搞工业 找大乡 爸我求您了 您别再说 你那无功不负的老套套的 行不行 您再说下去 连裤子都穿不穿 不说 致富之路 立村之本 不说行吗 这二十多年了 我跟铁汉 我们一直坚持 就是工业之父 反正工业我不懂 我就领着父女干我们的 好在重大鹏 别人蒙不了咱呢 对了 还有那些超标大新本 我是看能不能一块 我不同意啊 明明知道那不合格 还往外卖 那么坑人吗 这我说卖了吗 我说的是处理 你说这买回去 再盖个门楼子 修个柴房顶什么的 这就不能用啊 这个 我说你这孩子 你怎么了你 怎么跟我就是 老不顺气呢 就是 您的主意 这都不是主意 您还好意思拿出来说呢 我想上个管工术 行 徐县长 那这个事 什么时候给我们办啊 你要实在着急啊 巷里 心地流音 垫你一百万都行 什么 静神 你别再去上访了 不是巷里 给垫一百万 对啊 哦 那还有别的 什么条件吧 请老书记 把牛村现有的土地情况 财政情况 和原来的企业情况 和全村现有人员的构成情况 给我一个不参水的 真真实实的民气表 越快越好 徐县长 你这是要搞资产评估吧 到底是老老母 进入市面 不过 不是评估 就是磨磨家点 那你等等 这事我干不了 我现在我都辞职了 我就管要钱的事 那你那辞职报告 箱里还没批呢 你说不干就不干啊 可是 对了 我请示了县令 县令 同意老书记辞职 你看 也可以按老书记的意思 存你的工作 先我马上干的 老家伙 这又琢磨什么呢 在这儿有 又琢磨什么呢 老师 你们这是干嘛的 那个村东那小桥 有点问题 我领他们去休休 你去乡里头 他们怎么说 你们先走吧 我到满城说句话 走吧 胖子 两他们先去干 我呢 走吧 他那箱里都怎么说呀 你说他就奇了怪了 为了不让我上访告状 愿意先给我们 让刘英卷走那一百万 箱里给咱一百万 好啊 这是好事啊 这是好事啊 他以前怎么就没有这种 从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 我琢磨着 这一百万 咱可是不能了 那款子呢 那给你就拿着 那棒碗里头那都是肉 行啊 你老家伙 不是 你有影响力 贪怕你 老公 您一再强调 企业要和村委会彻底脱钩 可是我觉得 要组织农民进行大生产 没有村里的支持 怕是不容易啊 这我心里一点都没底 我主要是怕你 叫到人事纠纷里 就我爸和古满堂 这一对牛村元老 就够我费劲 如果实在时机不成熟 你就先放一放 开工哪有回头见的 我既然去了 就一定干出点名堂 我也希望你成功 那牛村是我当年插队的地方 要不是那几年 我和你爸他们一起摸拔滚打的经历 我也不可能有后来 依靠土地做强做大的概念呢 雅硕 您放心 我可以立军令状 千万别 成不成咱都试一把 不行 咱们从头再来 是吧 顶多 投的钱就算是我报答牛村的乡亲们了 牛总啊 你村上这事可真像迷宫了 不是像我本身就是 村里人啊 都以为我在外面当保安的 我穿这身回去就合适 等会儿你就把车停在乡街上 我自己走回去 省得我们家老爷子看见了疑神疑鬼 您还带那么多东西呢 怎么办啊 再说 梁总交代了 让我系好了路 今后少不了跑啊 你就听我的吧 你不知道我们家老爷子有多精 呵 还没进村呢 就开始斗法啦 老爷子在吗 二老都在啊 嗯 看看谁回来了 嗯 天忆 马南出院赛了 你咋回来了 嘿 你这话问的 回来看你来了 哈哈哈哈 天忆跟我说啦 你在县城里啊 是又打官司又上访 我能放心吗 爸 光气不行啊 你不是说了吗 出水才看两脚泥 事情得慢慢解决啊 我这次回来啊 就是好好陪陪你 哎 对了 你爹身边啊 该有个人好好陪陪了 啊 陪我 嗯 那你城里不给人家干了 我请假了 天大地大 老爸最大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臭小子 还得多好 哎哎哎 三 快 帮你添一个把东西弄屋去 待会儿我弄饭啊 哎 爸 你和马南出继续聊 我先去村里转转 等会儿回来 我做饭 嘿嘿 嘿 臭小子 行了 有人做饭了 老家伙 没事你就偷着乐去吧 行我走了 我不留你老东西 哎 这杯子 老宝吧 那那那行 我走了啊 哎哎哎哎哎 哼 他们这都不回来 咱省粮食了 哼 你这那边有事 有商量 嗯 准是那大棚的事 哼 他们还真当真了 你说那都是 野火虫的屁股 能照多大个量啊 不走了 不走累去干什么 竹地啊 我今天去大棚看了 挺对心思的 咱们农民啊 就是应该在土地上 把活做戏了 这要是再扩大扩大 弄几个超级大温宝 那可就把在牛村的地 全都用上了 另外 养牛也不错 应该再上一点规模 得得得 大小王 你在城里待久了 见识多 这是好事 眼界宽了吗 啊 可干什么事 咱们都得讲一个 从实际出发 是不是 谁不知道上规模 出效益啊 可你兜里逃不出银子 怎么办 那地还能有多大发展啊 啊 它不能是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那是吹牛 难况有个袁隆平 也牛水稻的 一五斤就能产个六七百公斤 放到咱们这能行吗 他干不了 那华为本来就干旱缺水 他怎么办 他只能上工业嘛 可是 前天后后 您上了几个工厂了 结果怎么样 还不是因为环保问题 被关停了 行了 村里的事 你就别操心了 你们回来看看我呀 我也心灵了 在家待两天 收拾收拾赶快回城上班去 啊 我刚辞了职 你满堂叔 也刚接手工作 你别再把牛村给我说乱了方寸 那我的罪过可就更大了 那人家会说 啊 你牛铁汉辞职不干了 又把儿子弄回来捣乱了 你说这 咱们这不是说说话谈谈心吗 怎么能谈谈是捣乱呢 你说 天忆后来一直在搞绿色生态能烟 我怎么不知道 啊 怎么 从来没有听他跟谁说起过这事啊 我明白了 许乡长是想把天忆推到村里任职 就这意思 我的原创 我的原创 许乡认同的 你失踪两天原来是捣鼓这事去了 要不让咱们爸知道还不让你给气死 那肯定的 哼 他顿准备当那一把手好好过过瘾啊 突然间来了一个不走老路开心路的 他能接受 就算接受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弄 那不就没好日子过了吗 哎呀 你别老他他他他的 他是你爹不是 我说的不是这脸呗 你跟老姬讲什么脸啊 真是 反正乡里的意思我已经跟你们表达清楚了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我呢 是支持天忆哥 嗯 牛村 也是该换个新招了 不过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 不能走疯了 如果天忆想依托土地 把自己做大做强 那我绝对支持他 咱农民不中地了 那干啥去 不过老铁汉这个牛皮 一切天忆要这么干 他肯定不同意 这可是他辛辛苦苦闹去到家底啊 哎呀 这个弯子够他转的 哎呀 有人心疼呢 不是什么 哎 哎 风朗 哎 你跟他沏点茶 哎 好嘞 哎 哎 哎 哦 风朗 啊 你你你给我换个杯子去 啊 我不喝他这个妙湖茶 哈哈哈 你说那这都什么物件啊 都就成那样了 啊 知道他是茶壶 不知道还是满达那 他一匹糊子 白天茶壶晚上夜糊 哈哈哈 就是 就我们家这娘们 就因为我那一句话 给我叫上信了 就是看看 这到底 这夜胡是能不能当茶壶使 你说 这怎么了 他非说 夜胡香的金边不能当茶壶 怎么能当茶壶 气我 你还别说 这现在使习惯了 他也不觉得怎么着了 那是你 来 给拿筷子拿碗 跟他拿杯子 我说老豆腺 这天忆 没来找过你 没有 怎么了 这小子也不是奶根金 别出了 他跟我说他不走了 要在村里一个 那哈牙不是为你好啊 这好事 再说你们家牛牛人那么大 家里需要个人 可不是吗 那老头没找回来 自个年龄也不想了 再说老在外面打工 也不是个事啊 这身边需要有本人照顾了 要是遇上合适的 再给他找一个 我才多大岁数 多大啊 你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啊 本命连呢 哎呀 我不用 不过这个牛牛 倒需要人照顾 这倒是个正面 你说这么多年 哎呀 要不是你们这一家子照顾啊 我还真拿他没辙呀 其实我是怕天忆回来不安分 净出些这只不靠谱的主意 在大城市待的时间长了 见识多 可他那些东西啊 都不对咱这的路 好高雾员 哎呀 天忆 不会啊 你要说天忆不照四六了 这我信 天忆 不是这样 哎哎哎天忆怎么了 天忆现在是国家的公务员 哎我去县城两回啊 哎呦 可没少陪我 嘿这小伙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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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刚才我那句话是得罪你了 对了 天下老二 嗯 我说啊 老家伙 你就是来跟我说天忆不适的 不过我跟你看本不一样 这小子呀 有心眼 哎 他不会瞎闹 行了行了啊 你可不能有培养他的想法 嘿嘿 不是都十年不在村里干了 他懂什么呀 老家伙 你这么大一摊子 你让我接下来 责任大呀 你再说了 那我也得注意培养 接班人的问题不是 哎呀 你甭管了 你只要他真想回来干 我看不妨也用用他 哎 大明这孩子多踏实啊 你说人家养了这么多年牛 让他们操不心吗 啊 哎 再说人家这村列了解情况啊 大明踏实 这是有目共睹 哎呀 你甭管了 哎 你就让我决策一回行不行啊 嗯 反正这大主意呢 是你拿我不甘愿啊 但是 要是我干 我绝不用他 啊 我退了 不管了 这就对了 哎 怎么着 咱闹上一口 刚他在家里喝了 喝了再喝点吧 行 咱就 他整一川了 哈哈 这老东西 这是我提议 村委会也同意 有权益呢 哎 当我的主任助理啊 协助我 这个处理一些事情吧 啊 哎 所以大家伙有什么不同意见呢 咱就可以在这次村委扩大会上 得提出来 好吧 有什么意见大家伙都提 我觉得让天忆当助理挺合适的 他在外面干了这么多年 眼界宽 思想也活 一定会给咱们村的工作带来一些好的建议 哎 同意同意啊 天忆是导员 又年轻 我算行 啊 那个那 这这下面咱就让天忆啊 说两句啊 说两句 我就不说了 我就是向满堂主任多学习 尽快熟悉村里的情况 这段时间呢 我除了协助主任做好工作之外 想把主要精力啊 放在大棚间上 为村里做一点实事 你不走了 还真想当那个助理啊 你能助理什么呀你 我抽话说到前面啊 我已经跟乡里反应过了 我不同意 不 我说这话呀 也是为了你好 我这意思已经跟许贵乡长说清楚了 不是我自己愿意干的 啊 那是满堂书提议的 正因为是他提议的 我才不同意你干的 这是为什么呀 他 你啊 你主意太大 他管不住你 这样容易有闲话 大伙会怎么干啊 能及补贴要达到二十一元 今后啊 我不用你照顾 明天 你就乖乖的给我回城里上班去 哎 你方面要加强 你说了半天 都是为了你自己啊 为了我自己 那小吴迪那一百万你弄回来啊 哎 你要是能弄回来 我干脉下风 全力支持你 别说当住 你当村长都行 怎么样 真的